广州火车站广场昨天发生了持刀伤人的事件 到目前为止至少造成了6人受伤 这是9个星期以来中国发生的第三起火车战袭击事件 对于凶手的人数官方与目击者的说法不已 广州火车站出站口在事件发生后下闸封闭 但稍后部分现场目前已解封 出站口重新开放 还为人员清扫地上的血迹 但目击者仍然心有余悸 经初步了解事件至少造成6位民众受伤 都已送医救治 事件发生后官媒《人民日报》引述广州警方表示 4名行凶者当中一人死亡 一人被捕 两人逃脱 但之后广州警方又称 凶嫌只有一人被击伤并没有被击毙 但据《广州日报》等国内媒体引述目击者话说 行凶的至少有4人 由于办案不透明以及当局限制媒体报道 在中国发生的类似事件往往陷入信息紊乱状况 当局所谓的数据与民间数据有很大差异 这是近期内在中国爆出的第三起火车站袭击事件 之前3月1日云南昆明火车站发生持刀砍人事件 4月30日乌鲁木齐火车站发生爆炸 新唐人记者唐梅综合报道